两个男人被困在荒岛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背靠背看夕阳将拥而睡一起吃大餐 不不不他们俩干的事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二流猎手和实习厨师的黄野埃厄记 我是你们的吃瓜姐 马来西亚的普拉提瓜岛是乔西和马特解锁的最后一个副本 他们俩要在这个热带荒岛上生存期天 与此同时还要把整套的食物做成皇室级别的大餐 一提起荒的瓜姐就不禁想到德爷在岛上遇到的上吊羊 说不定这一次乔西和马特也能够白嫖一只 为了这次挑战兄弟俩可谓是做足了准备 捕鱼的工具样样齐全 来到岛上第一件事就是先寻找水源 然后再找一个安营扎寨的宫师宝地 本来满怀期待的马特在岛上悬满了两分钟 就开始抠图芬芳了 这里到处都是长满荆棘的植物 没过一会儿乔西发现了一个蟹虎 里边有一只不知道是鳄鱼 还是蜥蜴的哥们正在洗澡 乔西兴奋地表示 看那不是食物吗 马特直接就给瞎蒙圈了 愣了两秒以后说 只要你能逮到 那我就给你做一顿皇室大餐 老粉们都知道 这个挂着厨师头衔的马特 最擅长的就是黑暗料理 为了确定蟹虎里是不是带水 乔西小免得一口 我的个乖乖 猴咸 应该是海水上涨的时候 涌到里边来了 根据乔西十几年求生的经验 他断定沿着蟹虎往上走 或许能够找到淡水 两人走啊走啊 两个小时过去了 一无所获 马特都累的开始发脾气了 好家伙 走路没力气 发脾气倒是挺有劲的 脾气没白发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小水潭 虽然是淡水 但是也要拿回家 煮备以后才能喝 不过话说 水是找到了 这家还一点着陆都没有呢 乔西干净利落 找到一个地势平缓的地方 就开始搭建庇护所了 太阳渐渐西沉 看着迷人的夕阳 乔西不禁感叹 可惜啊 风景再美也不能吃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乔西起了个大早 准备下海捕鱼 一想到海里有那么多的吃的 他就兴奋不已 马特这边也没闲着 在四处寻找食物 要是全把希望寄托在乔西身上 指定要饿肚子了 看来马特还是很了解 他这个猪队友的 乔西这边在海里捞了半天 连鱼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更别说什么龙虾 螃蟹之类的上等美食 一无所获就算了 脚还被不知名的物体给扎了一下 哎 难不成是乔西那啥不够大 哎 我说的是人格魅力啊 看看可不便宜 不是鲨鱼就是鳄鱼 没办法 太有魅力 以至于走到哪吃到哪 这个男人名叫马特 他已经饿了两天了 在沙滩上走了几个小时 试图找点食物 运气不错 捡到了几个被海水冲上岸的椰子 笑眯眯的提着椰子走回营地 看着空手而归的竹队友 瞬间没了笑意 好吧 其实马特已经习惯了 乔西为了活跃气氛 半开玩笑的说 等我们把这几个椰子吃完 就该吃香了 你吃我的 我吃你的 哎 为什么别人去海边 都能吃上海鲜自助呢 到你们俩这儿 这么丧呢 海滩上这么多 熬带抓的寄居蟹 它不香吗 看乔西的表情 估摸着是想抓几只回来 让马特给他做寄居蟹椰子汤 听这个菜名 瓜姐还蛮期待的呢 乔西拿着箩筐 捡了很多的寄居蟹回来 马特处理螃蟹 乔西负责把椰汁和椰果 搗动出来 手很干净 没有抠过脚 只是挠了挠屁股而已 看看这一大锅的美食 简直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乔西迫不及待的品尝了一个 啊呸 这是什么玩意儿 马特一脸茫然 干净拧起一个塞进嘴里 结果跟乔西一样 吃出了痛苦面具 又咸又苦又恶心 马特的职业生涯 估计就要葬送在这道菜上了 瓜姐觉得 他们俩要是积蓄搭档 猎人迟早要被这个厨子给堵死的 转眼到了第三天 乔西隐约的看到前方不远处 有一座小岛 他觉得 那边天空更蓝 水更绿 肯定藏着很多的好吃的 铁了心就想过去碰碰运气 马特觉得 这样做很危险 乔西表示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说完了以后 就开始制作法子了 沙滩上有很多的垃圾 正好能够派上用场 马特放弃挣扎 加入了舰船的行列 四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的竹筏 大功告成 乔西和马特划着小船 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才到达小岛 放眼望去 感觉比刚刚那个岛 还要荒凉 不过能不能找到食物 只有下水才能够知道 乔西做了一个标枪 准备下海捕鱼 马特则四处寻找配料 这是绿鱼子 营养丰富 还有铁元素 就算乔西没有抓到鱼 光吃这玩意儿 也能够撑一个礼拜的 换了一个地方 乔西仿佛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会儿的功夫 就抓到了好几条鱼 甚至还有蛤蜊和龙虾 今天晚上这顿 注定是不平常的了 这么多红红的是龙虾卵 在外面下之连成呢 堪称是皇室级别的食材 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免费吃到 这两个男人 正在大口大口的抢肉吃 别看他们吃的这么丰盛 又是鱼又是虾的 其实在吃这顿之前 他们俩已经饿了四天了 鱼肉细嫩丝滑 小龙虾味道鲜美无比 可惜他们俩不会用筷子呀 手指头都快被锁掉了 时间来到第五天 乔西和马特饱餐一顿以后 决定回到最初的那个小岛上 不过不能空手回去啊 乔西把竹筏套在礁石上 打算便赶路便捕鱼 马特的一个人闲来无事 犹哉犹哉的钓起了鱼 没人在耳边唠叨 也没有人指指点点 这一感觉别挺多爽了 也不知道乔西现在怎么样了 会不会很想他呢 马特自言自语的时候 牛脸一瞅 什么情况 固定在礁石上的绳子居然掉了 自己一直在水波逐流 刚还一点享受 见得突然就变脸了 马特不知所措 拼命的喊着乔西的辱名 却一直得不到回应 正当他以为 乔西已经嗝劈了的时候 幽懒的海面上 冒出了一个黑乳蛋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两人平安的抵达了目的地 乔西推测 今天是满月 会有很多的鱼 被潮水冲到礁石上 说不定能白嫖一顿呢 到了晚上 两人借着月光 在附近一顿雪吗 偶遇了一只迷路的赤红 啪啪两下 就被乔西给送走了 这小东西很危险 尾巴上的稻刺是有毒的 赤红作为乔西和马特 本次挑战的终极大餐 所以一定要做到极致 为了让它更美味 马特专程找了一些 咖喱叶当作配菜 咖喱叶有一股独特的 果香柑橘味 再搭配上椰汁 椰肉 再把赤红放进去 炖它个几分钟 一锅 芳香扑鼻的赤红咖喱 椰肉汤 就这样出炉了 肉质细腻 汤汁浓郁 简直让人胃口打开呀 如此人间美味 瓜姐也好想来一口 方法 我已经偷偷的学会了 赶明个 做一顿给大伯姐吃 好了 到这里 猎人和厨子的故事 就告一段落了 明天会有更加精彩的 欢迎求生视频 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 关注直瓜姐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